房间里的光线没有那么明亮 窗户拉开之后 刺眼的阳光照射进来 黄了许念念的眼睛 然而 这阳光再刺眼 也不及那由远而近的车队 来得炫目 看到那一排 一眼望不到尽头的车队时 许念念震惊了 然而 最让她震惊的是 每一辆皮卡车厢里面 装载着的红色玫瑰 耀眼的玫瑰 散发着迷人的色彩 却不及站在车头上 那人来得迷人 禁欲挺拔的身姿 就这么闯进了许念念的视线里 突兀的 没有任何缓冲 许念念惊呆了 不可置信地捂着双唇 她还记得 还记得她说过的话 记得她喜欢玫瑰 记得她喜欢花 记得她 喜欢浪漫 她不过就是随口一提而已 此时此刻 再没有任何一样事情 能让许念念 从禁欲身上 把视线收回来 她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那么多玫瑰花 许念念不知道 该怎么形容 她此时此刻的感受 只知道她被禁欲 狠狠地震撼住了 禁欲好帅 好帅啊 帅到她的心坎上去了 要不是礼仪规矩还在 许念念真想不顾一切地 提着裙子 冲着跑过去 很快 禁欲的车队 就驶到院子外面 禁欲当先从车头跳下来 动作潇洒帅气 无比轻松 俊朗的脸上 洋溢着爽朗的笑 围观的小姑娘们 简直看呆了 后知后觉的才反应过来 该去拦大门 禁欲的伴郎团人很多 来的人都是她的伴郎团 其中 以禁锐羊和叶绍亭为首 以及部队里的兵 那是禁欲之前带的小分队 也是跟随她时间最长的部下 那些拦门的小姑娘们 自然不是禁欲 以及这一帮大老爷们的对手 但是禁欲也没有让人去推门 或者顶门 禁欲十分潇洒地 抓出一大碟红包 朝门缝里扔进去 小姑娘们忙着捡红包 都忘了去顶门了 然后 禁锐羊和叶绍亭左右开弓 轻松把门推开 禁欲昂首阔步 来到许念念的房门口 房间里有许志强和许思思 许志强抵着门 许思思啊啊啊的尖叫 许念念被许思思都感染了 思思思 你小声点 许思思激动的脸都红了 不行 念念姐 我也想安静一点 可是怎么办 怎么办 姐夫太帅了 我想尖叫啊 然后 她又啊啊地 继续尖叫起来 门外的禁锐羊 和叶绍亭听了 打去禁欲 哎哟 禁欲啊 里面的姑娘挺多的 你等会儿啊 挨个挑 许思思还在尖叫 还是许志强跑过去 捂住她的嘴 许念念安静地坐在床上 门外传来禁欲 铿锵有力的声音 念念 我来娶你了 禁欲实在太激动了 表面上看起来 她镇定无比 实际上 只有她自己知道 她内心的波动 有多大 就这么吼完一句之后 禁欲继续扬声道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 你喜欢有人给你惊喜 给你送花 给你写情诗 我说过 我禁欲这一辈子 只会待你好 只爱你一个人 今天 我来兑现承诺了 从今天起 只要你许念念在的一天 我禁欲就是上刀山下火海 也不会把你丢下 你想要的情书 我给你写好了 虽然 你可能会嫌弃 但我还是要说 喊到这里的时候 禁欲狠狠地吸了口气 大声吼道 许念念 在我的眼里 你笑起来 就是跟喇叭花一样好看 特别好看 你的眼睛 又黑又白 我喜欢极了 我还喜欢 你笑起来的样子 因为你一笑 我觉得整个世界 都敞亮了 所以 觉得你的牙齿 会闪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